Hello Hello 又再回來了 剛才那條豬如果大家看不清楚 可以問我拿視頻 可以問我拿相片 我可以拍近鏡給大家看 我們每一件首飾都有獨立的360度視頻 亦都有相片 我會拍照和把價錢放在我這個視頻下面 大家就會看得清楚 接下來要介紹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叫jacket的鑽石耳環 大家看不看到 它是有一個studs 就是耳環帶著 然後後面 就有一些碎石圖案 好像一朵花 你會看到有兩個不同的效果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花花 後面有三個洞 就是有三個長度 這個我就是把它離開耳朵 所以你會看到 弧形有些空位 鑽石和耳朵有些空位 就是這個帶法 另外一個我就是把耳環放到最短的洞 就是把它最貼到耳朵 效果就是沒有空位 就是貼到耳朵 那我就比較喜歡這種帶法 我就比較喜歡這種帶法 那其實為什麼我會介紹這隻耳環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 有很多朋友 它有很多不大的珠寶 這些珠寶 有一些舊款的戒指 然後有一顆石 然後裡面有很多碎石 然後有一顆石 然後有一顆碎石 但是那些金可能就已經氧化了 已經殘殘舊舊 有些以前的竹金色 又可能那些白金又氧化了 變成灰灰 他們就會融掉那些金 然後就想找一些設計 不要浪費了那些石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工場 也有自己的設計師 我們就會滿足到你們的要求 大部分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都會喜歡 把那些碎一一的石 就鎖回一些這樣的耳環 那這個耳環呢 不可以說是很新款 因為都流行了一段 但是無可否認 它們是很耐心 你喜歡襯什麼都可以 很casual 這樣戴又可以 甚至乎是 我不喜歡戴一個jacket 後面的花的時候 你根本單一個耳環 都很漂亮的 那我這裡就給大家一個近鏡 讓大家看看 它其實就是這樣的jacket 來的 後面有一條花 然後後面有三個洞 那我剛才呢 就是會帶了一個 就是最開邊的洞 那這個如果帶了上去 這個花就會離開耳朵多些 如果我們把它帶到最近的洞 那裏就會貼上去耳朵 就會這樣貼上去耳朵 就會沒有一些納粒的 一些不同的戴法 那這個也是一種很好的介紹給大家 就是 如果 很好介紹給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有些碎石 不想浪費了它 有些舊型的珠寶 不想浪費了它 我們可以幫你想一些這樣的設計 那就可以做一些 你們會帶得回 隨時都可以用的東西 那就不會浪費了手飾 我們有很多款的 這個也很漂亮的 這個形狀也很漂亮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幾個款 那我就不逐對逐對介紹了 那我等一下會有相片 那我不逐對逐對介紹 因為我等一下會有相片 會有價錢 這樣放在下面 那其實這些耳環 就算是連鑽石 就是整對 其實都是萬一二元 很多鑽石 或者中間的鑽石 大一點的 可能都是萬五六元 萬七百元 那你們可以慢慢選一下 看看自己喜不喜歡 現成的 我有四五個款 你們可以選一下 那如果真的有些碎石 有些不用的鑽石 想改箱的 我會幫你們設計 一些漂亮的款式 好嗎 等一下再回來講戒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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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